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是阿里云的讲师安宁 今天呢我给大家讲一下 阿里云的云服务器ECS产品的一些概要的介绍 那这个课程呢我们会分为多个部分来介绍ECS这个产品 也就是我们的云服务器产品 首先呢我们会介绍一下阿里云的云服务器ECS产品的概述 大家会简要的了解一下这个产品 然后呢还有它这个产品相关的一些概念的介绍 也就是说它里头含的实力啊磁盘啊快照镜像等等 然后呢在这个综数之后呢 我们会针对ECS的实力ECS的磁盘 快照及镜像以及安全组的内容进行详细的介绍 以及操作的一些演示 那好那我们下面进入第一部分ECS产品的概述 ECS产品呢我们可以理解它就是云服务器 Elastic Computer Service 它是一种可以弹性伸缩的计算服务 也就是说其实它是一个可以弹性伸缩的虚拟机的一个服务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产品的帮助下呢 你可以快速的构建你自己的应用 因为阿里云的ECS产品 它从构建之初呢就具备了这个安全防护的能力 然后呢因为你使用了阿里云的ECS的这种弹性计算的服务 可以快速的构建你的自己的应用 所以提升你自己的这个整个系统构建的一个 应用系统构建的一个效率 同时呢降低了你IT维护的成本 所以你只要专注在你自己核心业务的开发就OK了 就不太用关心底层的服务器啊 硬件啊等等这些的运维和管理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产品本身的定位 它在整个这个阿里云的产品体系中呢 其实是最基础的计算服务 通常呢我们的客户都会用它作为应用程序的运营环境 它最重要的特点呢就是弹性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它最主要的特点弹性中指的是什么呢 就是五分钟之内可以进行重启之后呢 升级我的CPU和内存 然后呢在线不停机的升级我的带宽 并且在十分钟可以快速的启动或者释放100台云服务器 那么所谓弹性的概念就是可以按需的去扩展你自己的服务 不仅是从数量上而且是从这个配置上都可以实现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ECS产品实现的原理 它基于阿里云的自主研发的这个大规模分布式计算系统来实现的 通过虚拟化的技术呢将整个的这个IT资源进行迟化 然后呢向外提供服务 那么我们就是将传统这些server cluster就是一些服务器的集群 然后通过虚拟化的技术 然后实现呢向外提供这种虚拟机 然后从而就是大家来申请的一台一台的虚拟机 那么它其实就是我们应用的一个基础运行环境的最佳的一个 一个部署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服务的服务器的一个环境 那么我们可以选择不同的这种操作系统的版本 然后呢使用这种我们前面提到的前面的课程提到的这种 四大件的架构来实现这种应用的部署 前台呢可以结合我们的负载均衡 后台可以把我们的数据存在我们的结构化数据存在RDS里头 然后非结构化数据存在这个对象存储里头 因此我们在使用这种ECS的服务器的时候呢 尽量要避免就是将原有在物理服务器上的应用 完全不动照搬的搬到服务器上 这样的架构在云上是非常不推荐的 因为你的很难去使用一台服务 我们云服务器的弹性的功能 并且你的数据存储和和你的这个应用架构都在部署在同一台服务器上 会导致你很难去扩展你的服务 ECS的弹性伸缩能力呢 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就是它支持水平和垂直的两种扩展 那么垂直扩展我们指的就是我们的这个CPU 内存 网络存储都可以进行这个扩展 那么我们在几分钟就能够实现这个CPU和内存的升级 然后在这个带宽的升级上呢 我们完全不需要任何的等待 实时就可以完成 第二大类就是我们的水平扩展 然后我们可以在短时间之内就会生成数百个新的ECS实力 然后呢在这些任务完成之后呢可以销毁这些实力 所以这对于传统意义上来讲 如果我们没有ECS这样的服务的话是很难实现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ECS的优势 ECS云服务器相对于传统的这个服务器来讲呢 它的实力的可用性可以达到三个九一个五 然后数据可靠性达到五个九 它支持这种自动的当机迁移 也就是说比如说这台服务器坏掉了 然后呢物理它所在的这个物理服务器坏掉 它可以自动的迁移到另一台健康的物理服务器上去 还可以支持自动的快照备份啊 让你的数据回滚非常方便 那么传统服务器在这方面是非常受限的 就是因为它的可维护性啊 然后人工的手工备份啊等等 这些都需要我们自己的运营人员去实现 然后在弹性我们刚才已经提到了 可以随时的去升级 然后也不怕这个数据的丢失 你这个服务暂停的时间呢也是可控的 那么在传统服务器的情况下呢 你很难去升级 然后你这个硬件升级的这个时间呢 是非常长的或者是你不可控的 所以呢有了这种云服务器的话 大家的这个维护升级就会变得非常便捷 然后我们的云服务器启动以后呢 就自动提供免费的DDoS防护功能 木马茶沙和防暴力破解的服务 所以呢你不需要做额外的这个安全 安全方面的这个安全加固 那么如果是传统服务器的话 你这些都需要单独购买 成本上来讲 对于云服务器这种情况下 你的这个维护成本几乎为零 那么传统服务器的话 你这个需要大量的人为的维护成本 在应用性讲这个ECS这种服务呢 它启动以后你所有的软件 操作系统呢都已经运行好 如果你使用了我们阿里云官方提供的 这个镜像市场里的一些镜像呢 可以实现一些应用软件的一键部署 非常方便 那么在传统的服务器上呢 就是你完全需要人工去做这些 部署和操作系统那个安装等等 这些操作 在可贯扩展性方面呢 ECS它与很多的阿里云的产品呢 能够实现无缝的对接 然后并且我们有一些 很方便的这种解决方案 对于存储啊 对于安全啊 那么在传统的这个服务器的情况下 你需要自己购买服务器 然后很难做到这种 这种比较快捷的这种完善的服务 然后在业务增长的时候呢 你扩展性和可持续性 也会受到一些挑战 所以用了云服务器之后呢 你会发现就是非常便捷 然后很多服务器周边的一些服务 大家都不需要去考虑了 完全可以用阿里云提供的这个产品 和服务去满足你的需求 那本节的内容呢 我们简要介绍了一下 阿里云的云服务器ECS 那本节的内容就是这样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